澳洲、德國和英國, 其中增長得最快就是中國, 2011年有1,000人去, 2018年有9,000人, 現在當然會剩下, IATO自己有些例, 剛才提及過, 一個座位只有一艘船停留, 500人以上只能在外面看, 200至500人指定可以去幾個站, 200以下就沒有限定, 每一次上岸都要100人, 不准放垃圾, 因為很多這樣的事, 不准帶食物上岸, 不准帶動物, 如果見到有動物, 就要5米的距離, 即15呎, 即是見到企鵝那些, 15呎, 不可以踩踏草那些, 其實說不准, 已經帶了很多東西來, 因為人一有多人就有, 有200個岸, Native species上岸, 即是包括有植物, 即是種子, 藻類, 烏鷹, 蟲, 蟲, 蜘蛛, 之類, 這個是最差的, 即是結婚就結婚, 是中國人來的, 是中國人來的, 是, 要靚的嘛, 是, 是, 打的, G上去的, 因為中國人, 他們很多不懂英文, 即是說得不好, 所以他們是很流行包船的, 包了船之後發生什麼事, 很難說的, 即是, 希望這個, 這個不是, 好了, 那到冰, 即是雪, 雪, 很多人都不覺得, 雪其實是classified as mineral, 是礦物來的, 因為礦物的定義, 第一, Iorganic, solid, 第二, 自然產生的, 第三, chemical composition constant, 是H2O來的, 涼了的, 第四個, Christmas culture也是很流行的, 所以它是很流行的, 那冰呢, 就有四種冰的, 第一種冰是space ice, 即是什麼, space, comet, 第二種atmospheric ice, 即是什麼, 冰博, 冰博, 即是, 叫什麼, 冰博叫什麼, sleep, Hail, Hailstone, Hailstone, 第三個, 就是land ice, 第四個, sea ice, 如果我們在Antartica, 主要就是講land and sea ice, 那些, 不要理的了, 那綠冰, 綠冰呢, 也都是有幾種的, 第一種叫mountain, alpine, glacier, 那這些呢, 跟溫度無關, 跟高度有關, 我們去, 去哪裏, Pss, Himelais, 那些全部是高的, 那, Kilimanjaro, 在非洲這麼熱, height, not altitude, not altitude, 第二呢, 就有一個叫continental glacier, 或者叫Icheat, 這個其實是講大小而已, 如果一個地方的冰床多, 五萬平方公里的呢, 就叫做continental glacier, 只有兩個地方有的, 一個Greenland, 一個Antartica, 以size來計, 如果沒有那麼大, 那叫什麼呢, 叫Icecat, 就小過五萬個km2, 例如哪裏, Iceland, 冰島那些, 那這兩隻, 第三隻東西呢, 就積聚積聚很多冰呢, 就會重的, 都會out spill出來的, out spill出來的那些叫outlet glacier, 很多地方都有了, 另外呢, glacier也可以分為template和polar, 主要分別是什麼呢, polar glacier, 那時候呢, 任何時間都是below zero的, 而template呢, 就不是的, 這些細節不要理會, 那glacier ice, 怎麼形成呢, 其實呢, 是有幾個步驟的, 第一個就是落雪, 落雪的時候, 90%其實是air, 那時候我們叫做snow freak, 即是雪花, 那雪花一路積聚, 有自己的重量摘下去, 那air就少了, 那跌到一半的時候呢, 叫做granule, snow, 粒雪, 再壓一下, 呢, 只剩2-30%空氣, 就叫做thurn, 就叫做雪冰, 或者叫做萬年雪, 到最後, 壓到少過20%呢, 就是glacier ice, 即是在南極, 大把子, 就是這樣來的, 那南極那個冰呢, 真是比i-sheet, 多厚啊, 最厚的地方是40000個meter, 是很厚的, 它是代表了什麼, 全球70%的淡水在那裡, 很厲害啊, 如果全部融光, 那又怎樣呢, Sea level會rise65個meter, 那大家拜拜, 那這個就是這樣, 有和沒有, 這樣就沒有了, 那這個橫切面呢, 兩個橫切面是下面那裡, 那這些冰是有重量的, 那個陸地呢, 其實是因為那個重量呢, 壓低了1000米, 就是會彈起, 整個彈起, 整個彈起, 那就是這樣, 那冰川, 這些都不用怎麼說, 冰川就是, 有摩擦, 有流出來的, 那那些名字這些都不用怎麼記, 不要說了, 那冰川呢, 其實就是最大件事就是, 冰川溶解, 溶解到差不多去到 Point of no return, 那那些圖, 這個是Peninsula, Antarctic Peninsula, 有244個Gracia, 那那, 就, 藍色那些全部on retreat, 紅色那些, 就advance, 就是比例之下, retreat多個advance, 那有什麼後果呢, 就, 除了是, 水位高了之後呢, 那個水裡面的鹽份, 會, 會降低的, 那麼多淡水那裡, 那我們地球的天氣呢, 就是受了一樣東西影響的, 就叫ocean conveyor belt, 有一個ocean conveyor belt, 先將那些, 熱水呢, 就帶上北邊, 凍了之後又落回來, 南邊, 那這個影響很多東西的, 影響那個食物鏈, 影響那個氣候, 英國如果不是, 沒有了這條東西, 凍很多的, 因為, 那些水垄亂了, 小黃色ねぇötis渺的, 就會很合身啊, service feature, 那些獨地你已讀過, 那麼最多 нашего品牌這個 websites, 那些垃圾呢, 那些垃圾呢, 那些垃圾很厲害, 那麼 IS 極夜�探險那時候是最, 最裡耳掌12之一, 有冰漆石, 很看成一路一直哮, 一路由一路來摧射, 但是到一個地步, 就會하는負荷的一聲, 放置在中间,放置在旁边,放置在横 这也是论盡的 sustrucci 冰浪 这些是有风大的时候,风的erosion 就会弄到小型的山 你想想如果你要去探险 遇到一堆这些东西,即是拿命了 在冰那里做什么呢? 现在做很多ice core study 即是转下去,转探险 因为转探险,拿到冰出来 是N这么多年前的 里面有空气,里面有花粉 可以知道那时候地球的情况 这个可以看到的 temperature changes,就是循環 上去,现在应该我们是下降的 但是事实是相反的 为什麽呢? global warming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搞成这样 即是现在你看下面的图 冰村那些全部都很正常 来到飞,然后上回来 冰底湖,我们知道是冰底火山 也发现原来有N这么多冰底湖 over 400个冰底湖 这些冰底湖吸着在下面 其中一个在东方站 苏联东方站那里 一个叫lickvostel 就是4000米这么深 现在是转探,转下去 这些冰底湖 转下去就转转下都停了 因为害怕 转了这些东西上来 不知道是什麽来的 有某种菌 现在我们COVID都搞到 一锅泡了 弄了5亿年前的病毒上来 没命 那就停了 现在又转过 又转过 看看是怎样 这些是转探 转了,发现了很多怪物在那里 这些东西 刚才讲的那些冰的组织之中 叫Ice Shelf 即是海兵来的 就是陆冰一路扩张 去到海的时候 一路引渗出去 那些叫做冰棚或者冰架 在那里有哪个图 灰蓝色那些 最大的叫做Ross Ross在那里 在下面有一个Rom 跟着有一个叫Larsen 这三个最大 而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小的 那这个图那里有了 这些Ice Shelf 就是陆地的冰 引伸出海的时候 变成一个冰棚伸出去 那这样呢 那这些冰棚全部都在溶 这些冰棚 譬如这个叫Larsen 即是北边Peninsula 整块整块脱出来 这些开头是这里的 跌下一个 跌下一个 那一路不断跌 那这块又快要脱了 那这一路不断脱出来 那它脱到海边脱出来 有什么发生呢 有一种叫Ice carving Ice fall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一个地方 它不能够再维持它那个凝聚力的时候 那里面那些空气呢 就会拱出来 那首先 carving之前 你会听到叮叮叮叮叮的 它里面的空气 最后忽然间大声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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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些人说是十分之一 九分之一露出水面 有一大堆在下面很危险 很危险的Titanic都是撞进去 就沉了 这是一个冰山 逢有这些东西出现 科学家就很有空 就会想很多东西出来 Classify by shape Tabular blocky wedge Classify by size 为什么要这样切 它的尺寸也不知 它们想出来 又叫做Large Medium Small Growler 大家到时在船上都看到的时候 就自己Classify Color Color Arysberg应该大部分都没有色 因为它里面很多空气 85%的光线都被反射出 好像一个镜子 就是白色 其实它应该是没有色 越古老的冰越没有色 因为里面没有空气 光线可以进去 光线可以进去 有部分变成蓝色 为什么呢 就因为光线里面 红白蓝绿青蓝紫 有光波 光波最短的 滲透力最强 所以我们看到海水 应该是蓝 应该是绿的 那个冰一样 即已经没有空气 很清晰 又落落落落 就变成蓝色 所以那些千年冰 万年冰 那些 蓝色很漂亮 这些就是 除了蓝色之外 还有其余的颜色 因为有些杂物 比如火山灰 或者有些藻类 有些草类 有些草类 那些东西 如果你在南极 坐冲锋州 有时它会见到一些 有些iceberg 会考虑给你上去 即它认为安全 给你上去 但是要小心 因为iceberg 它九分之一在水底 即是如果它一路融的时候 它的平衡 它的centre of gravity 会变的 一变的时候 一flip 就大件事 所以它们会很小心 即是研究过 即是不会有flip over 那另外一种冰山 就叫做卓撞冰山 Tabular 就是那些ice shelf 就像切蛋糕一块一块一块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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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很平的 例如iceberg B-15 B-31 这些一块一块都很厉害 但这块是大个曼赫图 这些十年都不用 即是在海上飘 这么大一块 这个是trillion ton 如果在Larsen Sea 列出来 这些可以慢慢看 这个就是陆冰 陆冰的extension 就是ice shelf 海冰 海水会结冰 但不是零度结冰 因为它有盐 它要冷一点 冷到什么 就减1.8度C才结冰 就有两种冰 一种叫固定冰 fast ice 就是黏着岸 不会动 另一种叫pack ice 浮冰 这些是很危险的 浮冰 Formation of sea ice 右边的图 一些ice crystal 一层一层 先叫做 young ice 接着是first year ice 接着就是o ice 海洋的状态 海洋的状态 有不同的样子 如果海洋是 rough的时候 它做出来的叫做pancake ice 即是右边上面那些 如果海洋是静的 就叫做grease ice 就是下面那些 两样堆在一堆的时候 就叫做sheet ice sheet ice很重要 亦都是cyclic 即是有cycle 夏天和冬天 冬天时就大 大多大 将Antarctica的size 大了50% 下面的图 右边的图就是 这个就是夏天的 这个是冬天的 大了的时候又怎样 多了很多冰 多了很多冰 Albion 即是反射 就大了 面积 这时候又冷些 这些是冬天的 这些冬天的冬天 这些冬天的冬天 其实很重要 对这些冬天的冬天 包括海炮和企鹅 因为它们要靠这些冬天的冬天 南极虾都是需要这个environment 这些就是那些 Sea ice 就那些pack ice很危险 这个就是一个例 我们又是坐这些冲锋 舟冲出去 冲的时候 风平浪静 什么事都没有 一路忽然pack ice就出来 这个就是 风平浪静的时候 这个就是pack ice 困住你的船 走不了的 很快 很快 半个小时都可以 因为它那些 走不了的 求救 求救 就是我们的破冰船 我们的船 如果水够深 就冲进去 那我们遇到 半夜三更 忽然间收到SOS 就是有一只大陆船 包了船 车了那些人上岸 想走的时候 放了 ice 走不了 走不了 那怎么办呢 就叫我们的船 驾进去 帮它破开那些冰 出回来 冰到他们失魂了 早上两点多 上了我们的船 就什么热巧克力 咖啡 全部给他们喝光了 但是 他们的本性 就是喜欢shopping 意思是 要求船的 small shop 要开给他们 是的 那就没有了 没有了一半 没有了一半的货 很有趣的经历 好 讲完西安 西安 西安 这些也是拍的 拍的 这是另外一只破冰船 都有很多云 是啊 是啊,這些全部是Sea Ice 好了,講迷一點點,過去五十年氣溫升了 Sea Ice應該是少的,但不知為何現在是多了 起碼我去那一年,現在不知,現在還在研究為何 即是Antarctic Ice Mask在下 它現在多了,但是暖了 即是不知為何,這個圖就告訴你 即是Melt Rate,即是哪裏最多,全部是在West Coast那邊 West Antarctica那邊 溶得很厲害 有沒有理由去West Coast 不可能的 2015年就是一百五十年以來最暖那一年 就說很冷,不是很熱,雪液正在溶 有兩個原因,溶得快 一個是Ice Carving,剛才說了 另一個原因叫Hydro Factoring 就是那些海浪在那些Ice Shelf下面刮 刮它,刮到 這個起碼不對 2050明年水平線會升15個米 那南極會怎樣呢 很多地方沒有了,浸了 即是現在露出來白色的那些就剩下 那紐約會起碼是這樣 好,休息一會兒 八百種Plant Life 那這八百種在哪裏 就是在整個南極裏面1%的地方 其餘那些都生不到 生不到,太冷 那就是,包括這些組類,台線,真菌,地前這些 這些不用詳細說 那第一,這些又是你去中文大學看 它有Sample給你看 是,幾好看的 這些,南極蟲,地前,Moss,Flau plant 其實就是一些草來的 有一個叫南極七菇草 即是我們去到都經常看到這些 那種類的 那種類 那種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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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蟲,Springtail, 海上就好些了,海上有一個叫做Antarctic marine life food web, 這個稍後再講,就是這樣來, Food web 第一種就是Plancton,即是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包括浮游動物和植物, 即是Diatom, Radulering, 這些Plancton當然是給魚吃的, 這個很有趣的就是船上高的生物學家介紹, 他說這些Plancton真的不喜歡被人吃, 不喜歡被人吃那怎樣搞呢? 就會噴化一種叫做DMSP, 即是Dinithylsulfo, 不是,Dinithylsulfo, 我是不懂讀,Anyway, 這種東西噴了出來, 就注到水就會變的, 就會變成DMS, 即是由DMSP變成DMS, 為什麼要變DMS呢? 因為DMS可以釋放上空氣, 即是在水裏面出來釋放上空氣, 釋放上空氣哪個會聞到呢? 就是鳥仔, 是吃魚的鳥仔, 是吃魚的鳥仔, 所以說這些是叫做Phytoplankton的SOS, 由此類推案上都有的, 即是有些花是會發散這些東西出來, 即是有人吃牠的時候, 一些昆蟲吃牠, 鳥仔就撿牠, 是,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 即是上帝創造, 在水裏面, 除了Phytoplankton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 這些五顏綠色, 即是比岸上豐富很多, 這些,Medusus, 那你去南極, 你可以去戴亭培要特別牌照的, 即是要學過先, 但要去澳洲那裏拿牌, 有這些這些, 這些得個體字, 那有我們講過, 達爾文的進化率, 叫Gigantism, 即是在地方那些東西, 可能會大過正常很多倍, 那在南極海那裏發現, 為何? 蟹, 因為水裏面的Oxygen level高, 凍啊, 那Oxygen多呢, 那些東西自然會大件, 所以那裏那些, C spider, starfish, 即是靈石巨型, 包括我們喜歡吃那些, 那些長腳蟹, 都大過人的, 在I Shelf那裏也是去找東西, 找到這些怪東西, 叫做騙腳類動物, 叫做騙腳類動物, 這樣吧, 我們不能吃, 其餘的動物不能吃, 那我們能吃的是什麼呢? Antarctic krill, 很多東西都能吃, 就是鱗蝦, 鱗蝦很重要, 鱗蝦很小隻, 那鱗蝦呢, 如果說, 作為一個BioMask, 是多少? 那麽多啊?600,000,000,000 亿 這麽多啊? 那就是等於500,000,000 ton 是 Most Abundant Animal in the World 最多啊?雖然是小的 它是很多動物的食物 包括大的叫鰍魚 小的海豹、海獅、海狗 那加上最近呢,加上人 那人為何要吃它呢? 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东西,是Omega-3和Foxfolipids,就叫做虾青素,吃过又皮肤又漂亮,什么都漂亮的,到现在超级市场,大把都可以买了。 南极鱼虾冷冻虾干,做了Crew Oil,这个就是上周,我去钓鱼买了一饼,南极虾。 南极虾,一饼饼,不行,那么小只吃不到,再高级的海鸟,小鸟很多,多得来不是那么多,全世界有十万种料类,海鸟只占了三百种,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要做海鸟很多条件。 第一,就是有冻又湿,你要下水,第二,没有碳水饮,所以它要develop一些internal organ可以排炎的,第三,它要懂得有方法去捉鱼吃,捉鱼吃,包括潜水,包括像海鸚那样的爪, 包括抢人家的食物,那有mobility,进了水的时候,你怎样游水呢,因为你的翼是很阻碎的,乳毛又怎样呢,还有呢,你要breed的嘛,breed的时候要陆地的,所以做海鸟是很惨的,但是呢,海上的食物多, 所以引致有些鸟都宁愿是进化,演化,那就是三百种,那我们讲南极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这种,pankering,pankering的字呢,普通南文是等于肥的意思,那就是对的,对的,就是不会飞的海鸟, 那它怎么来的呢,就很大机会是顺天翁的演化过来,在二千三百万年就变了出来,那最近是作到一只,一只古企鹅,古企鹅整个fossil 组了出来,古企鹅呢,大个,现在最大的emperor penguin很多的,就是蓝色箭嘴指着那只,整个人很高的,那企鹅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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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它为了要海上生活,它有很多evolution trade,第一个就是wepted feet,那个feet已经是变了做,有一个wept在那里,游泳很方便,那这个是四种企鹅的不同的脚型,那第二样东西呢,很特别的,它是叫做monomorphic,monomorphic就是单一,morphic就是外形, 所有企鹅都一样样的,就是不同人一样的,那这个是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找老公,怎样找老婆,就是你不能靠外形,第二个是怎样找儿子的,连儿子都一样的,那这个是,还不是很了解,就是一家私套,就找到的,就找到,如果不是没那么多了,不知道是文味还是什么, 第二个adaptation呢,就是insulation,它的羽毛,已经变成这样的,外面那层防水,里面那层是防冷,防冻,全部是积卖,交叉,很厉害,那接着,活动呢,活动呢,它和我们不同的,有三种活动的方法,第一种叫propoicing,就是由这个叫做,叫做什么,海豚式,海豚式, 第二种叫做什么,第二种呢,第二种呢,在岸上的那种活动,就是扮企我,就是摇摇摇摇那些,那些呢,走到一只企我,就是这些呢,第三个呢,就叫做tropoicing,就是肚子,利用那个冰很滑,不停滑雪那样,那这些是,是我们,我们不懂得做的,那么,在做,由这个海豚式的时候呢,最近还发现到,他们, 他们,那个Emperor Pankrin,有一个秘密,就是他们呢,没,没,没,出水之前呢,他会在水面呢,吸到很多空气,那些羽毛里面,那又是潜到很深,跟着一冲上来的时候呢,噴那些空气出来,就是好像潜水艇呢,潜水艇里面有些,有些狼是有空气的嘛,你要升上来的时候,就噴,就blow the tank,rockets,shoot出来,那又是很奇妙的事, 那么,Pankrin是很惨的,为什麽惨呢,他是,他是,他是好像中了,中了covid那样,没有味的,他,taste but,只可以有两种味的,一个sour,一个sortiness,两样都不差的,就是苦哦,和咸哦,其余那些酸,酸和咸哦,就是最惨的那两味,他就闻到哦,其余那些sweet,那些全部都不碰的哦, 那为什么呢,他说,好可能就因为北极根本不需要的,都没有那些味的,没有那些味的,他知道这两种味已经够了,就是不正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不好吃了,那就是,他们是尴生吞的,就是不会照的,没有得照的,那就是,那条里呢,就有尺的,你看到下面呢,那他们经常吃完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很多其实都有毒的, 啊,尤其是啊,尤其是Criol啊,Criol啊,Criol呢,里面有很多phosphate,那那怎算了,怎算了,就那里有种... 也会大解的,大解除了一些糞便之外呢,将很抢衣都解掉出来的哦 即是腸胃就黏在腸衣上 而腸衣带腸胃 带粘便便出来了 Gut lining 这个是右边的那一段看到的 现在很多博士 其中有一个博士 他研究的paper是什么 How Pankrin's poo poo Pankrin 为何要有些是40米射这么远 有些是30米 有些是20米 20米 即是证明现在有博士研究 他没有东西好研究 这个很厉害 不断写出来 当然 life span 是12至20年 有些短一些有些长一些 reproduction 是很限制的 一只两只蛋 要争取在夏天的时候搞定 冬天的时候就敷蛋 那他们换毛 弟弟的baby要换毛 大人都要换毛 穿衣服一样 这些换毛 换毛的时候就很牢气 很猛症的 因为很痛的 所以你看到换毛 企鵝千万不要走不来 即是他不like 一换就整 换两个五个礼拜 企鵝有多少种 三个family 十八种 其中在antartica 有七种 那七种 为什么全部换毛出来呢 将来有这个表 你去其他地方 见到企鵝都知道 什么打什么 全世界的企鵝都在那里了 哇 就在那里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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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鵝也都有一种企鵝 叫做 硬尾企鵝 Brush tail 就是帮助它 真的有一条尾很硬的 那 第一种企鵝 第二企鵝 全世界最大的企鵝 那 有六十万 六十万 就真正在antartica continent 那里生活 还有breed 那 那 最近都很惨 2016年呢 就发觉死了很多 死了很多 那 那 就 它那个life cycle 很有趣的 就是 生了蛋之后 就有个老豆腐蛋的 那 呼呼呼呼呼呼 一轮之后 那么 蛋在哪里呢 就是蛋的Nursing set 就是右边下图那里 它那个下面有个好像一个袋那样的 一旦就缩了进去 那么 那 暖住 这个小子 那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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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沒有這個可以敷彈的 沒有的應該沒有 在藍的那裏 另外第二大隻是King Penguin 樣子差不多樣子但是小很多 小隻很多 那他的兒子呢 就是咖啡色的毛 那這些就快快過了 就是回家慢慢看 那這個呢 Incubation 這個就不是了 這個就是male and female 輪流做的 是輪流做的 那我們說認不到 Monomorphic 那現在最近發現 原來他的嘴 下面有一塊東西 我們肉眼看不到 Infrared 看到 是不同式的 maybe one of 那個方法 就是一塊塊都不同的 那他認得那塊 那當然也有味道 或者有聲音 那這個就是 又是一個博士論文來的 就是看誰搞定 那就是Gentle 巴布雅企鵝 那這個小隻有32萬隻 那就是在石頭那裏抓巢的 那這個就是抓巢 那這些是小小隻 但是很兇的 那他的舌頭呢 那他的舌頭呢 就是彎的 那他的舌頭呢 那阿德利 阿德利企鵝 這個呢 就很多的 有250萬隻那麼多 那就是他 其實所有企鵝都是的 requitation 這個是灰色的 剛才那些 咖啡色的 那這個也是很壞的 他也是用石頭捉鬥的 但是有些人是很懶的 有些企鵝 就是拿隔壁那些 偷隔壁那些石頭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種 叫Chin Strap Panquin 就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樣子好像笑那樣的 就是 右邊下面呢 那有750萬 那他是灰色仔 Rock Hopper 那這個就是 有眼眉的 那又在石頭那裏 這個Macaroni 那另外一種 又是有毛的 那我們看到這些 那企鵝的情況 其實是很 有危機的 但是呢 亦都是很有趣的 就是現在都掌握不到 那他們在一個站那裏 就分別 monitor三種企鵝 Gentle Adelaide 和Chin Strap 就是 同一個環境 同一個天氣 但是那個 那個生活呢 那個成功是差很遠的 紅色Adelaide 越來越少的 Chin Strap 就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呢 Chin Strap 就是這樣 那個環境 對他們是怎樣的 這個慢慢研究 那剛才那裏 這個天氣不好 就死很多了 那剛才那裏 那剛才那裏 漏了一件事說的 企鵝的彈是橢圓形的 為什麼要橢圓形呢 因為它 尤其是那些 King and Emperor那些 它等在那個 那裏 要暖住的 如果滾了出來 很快就會冷死的 或者是結丁 那它應該圓的呢 就可以滾到很遠的 但是橢圓的呢 它滾一個圈 會滾回來的 就是 設計到 這麼奇妙 那到其餘的小鳥 除了企鵝 有很多小鳥 Albertus 就是 信天翁 那這些小鳥呢 就飛行很厲害的 嘩 要快一點 才行 那就可以 飛很久很久 都 都 不上岸都可以的 那 那 那它們飛這麼久 又有幾個方法幫它 如果你經常要有關節伸出來 很累的 那它可以伸出來之後 它鎖了它 鎖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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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都這樣 那就沒有那麼累了 所以可以滑牆之類 還有它們球咬很有趣 去跳舞 即是對著跳舞 那另外一種 就是Black Bounded Albatross 小鳥 這個就是它們的鬥 起到好像頂舞 那樣的 Forkland Island 看到很多 那這些是最壞的 拆鉤 就專吃那些企鵝仔 或者是那些小小鳥都照吃的 那它的親戚 Brown Skewers 又是這麼壞的 你看這個 這個 是鎖隻企鵝仔 那又是很兇的 即是我們去上岸 那個管理員 會拆掉這些旗 即是不准過這些旗 那它是跟我們拆掉的 那Arctic Turner 這個是Eisen都說過 這隻鵝仔很厲害 每一年環遊世界一次 由北極去南極 南極去北極 就是利用夏天 兩邊的夏天 那你飛多遠呢 2.4個million kilometer 那這隻鵝仔 很兇的 很territorial 即是如果你看到一堆 那些鵝仔的鬥 你不要走上去 直接刮你的 刮你的 那Antarctic Turner 又是它的親戚 可言又是另外一種兇的 casual一樣 又是去吃一些企鵝仔 之類 那叫做Voucher of Antarctica 這些可以拍到它 侵略別人 另外這些patroial 到時你可以看著照片 就可以知道 可以摘下那個導遊 我都知道是甚麼 很多 真的很多 很多飛來飛去 Stormpatro 又是很多 這個就沒有見到 這個就沒有見到 Blue-eyed chick 這個其實是 Comeron 即是露池的親戚 不過小隻很多 又漂亮很多 即是有個官 海大海鵝 海大海鷗 雪鵑 這些也是整天會見到的 這些又是整天會見到的 Cara-Cara Cara-Cara 樣子又好像很兇 其實就是吃腐肉為主 也不是真的去好像鷹那樣衝過來 好 暴雨類 全部都是水那裏 岸上沒有 最重要的就是蕭 蕭有兩種 一種True Seal,一種Ear Seal,True Seal即是已經Adapt到Evolution之後,在海洋生活,所以它不用聽東西耳朵都沒有,而那個腳已經是Flipper來的,上岸有困難可以上岸,但不方便的 另外一種Ear Seal,就仍在岸上生活,有耳朵的,這個腳就見識很多,可以走的,我們去海洋公園就是這些,因為它懂得拍掌的,那隻 亦都包括Fur Seal,和Leopard Seal,Leopard Seal就是蕭之中的獅子,很巨型,很大隻,又是吃其他的企鵝,或者其他的蕭,不同的蕭的嘴型都不同,看它吃什麼,有些牙是用來過濾型的,有些牙是用來咬的,最大的蕭是Sulphent Elephant Seal, 這些一個蕭是用來咬的,就是在岸上,所以叫做Beach Master,又是不要惹它了,這個就是拍到的,中間一隻,隔離左右全部都是她的老婆妻子,又是一隻大隻 另外還有Crab Eater Seal,它其實是錯的,它不是吃Crab的,它是吃Crew的,它的牙齒就好像一個篩一樣,沒有洞的,沒有洞的, 所以水就出來,蝦就在裡面,我們看到一隻這麼大把,這個就Fur Seal,這個Fur Seal差不多滅絕的,因為有一段時間,那些女士很喜歡穿這個,Fur Seal Coat,很漂亮的,又防水,現在禁了,又生了很多了, 這些Fur Seal,Fur Seal又是很稀有,很久都沒有人看到的,這個比較奇怪的是,Red Doe Seal, Red Doe Seal是打單拋的,經常做一個人的,一個人生活, 整年都在浮冰那裡的,那它怎樣生活呢,它是刮一個洞的,在水下面一個洞,那它用什麼刮呢,用牙來刮,那些牙刮是會磨的,磨一下磨一下,有日沒有牙可以磨的時候它是死的,就是自己整死自己,就是很怪的一個生物,但是它都有20年,就是磨了20年了, 磨一下磨了,磨一下磨了很多了,看到你不看,什麼磨磨都有,左磨,南磨,Humberg,Minky,Finn,那什麼叫做Ride Whale,記不記得? Ride Whale,Ice 蘭的時候說過,Ride for hunting,就是我們捉它最好,為什麼?因為size剛剛好,不要太大,第二,就是殺了它之後,它浮水的,就是不會沉了下去的, 第三,裡面什麼東西都有,因為那些油也有什麼好,所以說Ride不是Ride Whale,那麼South Ocean,殺了多少? 到1960年,175,000條瓊魚,那麼Blue Whale 死剩1% 幸好馬上瓊,如果不是Blue Whale,沒有了,Blue Whale 是全世界最大的暴雨類動物,OK? Humberg Rail,坐頭瓊,這個叫Singing Rail,因為經常是唱歌的,VV娃娃那些,那叫做長翅瓊,它很喜歡做什麼呢? 就是跳到水面,然後跌下來,為什麼呢? 有些人說是求偶的,有些人說它身癢,因為很多Barnico,黏著它,不知道 那它捉魚,就是整群的,就會吹一些bubble,做一個圈,那些魚在中間,然後慢慢吃的,我們看到很多 因為有些人看過,那些人看過,那就是你問,那些人說,那些人說,那些人呢? 那些人說,那些人看過左邊,那些人說,那些人看過右邊,然後就看過右邊。那便看過兩件大把,然後沒有人走 这就是humbug whale的blow hole有两个 这些是当场拍摄的 拍摄一下也不用拍摄 太多了 当然有killer whale 有鱼 全世界有4万种鱼 还是只有200种 在antartica为何太冷 而这200种之中有122种鱼 就叫做antartic ice fish 为何? 因为它身体里面有些anti-frozen protein 就叫做notothenoid 应该叫glycoprotein klycoprotein 糖蛋白很冷 减2至4度 都不会整条鱼变成冰条 而且它们很冷的时候都会hibernate 现在捉鱼开始有control 最多人捉的是antartic two fish 以前没得买 现在四围都可以卖 它们卖的时候不是叫antartic 因为很敏感 它们叫antartic cod 亲戚关系有的 但肯定不是cord 捉得很厉害 另外一种差不多的 patagonian two fish 又是市面有得买 这些鱼捉它 即是under control也没问题 但有一个卖帝处 捉它的时候叫long line fishing long line fishing 即是一条线 下面很多勾 下面有个鱼利 我们有很多海料 就会dive的 尤其是顺天翁 他dive下去吃那些鱼鱼 被钓了 所以死了很多顺天翁 所以做到 现在的king charles 都要出声 要禁止用这种方法钓鱼 其他还有antartic ice fish 巨型的鱼鱼 巨型的鱼鱼 全世界最大 就是左边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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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大个人 现在开始叫marine protected area 即是不准什么 快点快点去哪里 去南极之前 通常顺便都会去 Argentinian Patagonia 要坐船 最好是早几天去 否则你失去船 也没办法追 追不到 所以稳定点 要早点去 早点去 去Argentinian Patagonia 看看 包括去Argentina 很漂亮 有一个Gracia Apsala 又是蓝色的冰 很漂亮 又是缩的 缩了之后 你看到下面的地层 古老到不得了 那些是Metomorphic rock 这些就是以前冰河 走过的时候 拆摩拆痕 大量化石 可惜又不准备 只可以看 这个我们这班人 另外再去 Peritomo Reno 主要是看一个Calfing 整天都有Calfing 砰砰砰砰就跌了 那去到那个 落船的城市 烏苏怀亚 那当然要吃下这个东西 那你去到快 去到一家酒楼 有个中国酒楼 快点预订 然后出去玩 玩完回去吃 那他们有个名字 叫Santola 就是Snow Man 人类的时候 也有说 就 在这个Tera del Fugo 火烈岛上的土人 全部被灭绝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 城市的样子 本人精怪 就开始坐船 就终了这个圈 第一个去福克兰群岛 不入于Antartica 但值得一去 因为很多企岸在这生活 还有现在开始有些历史价值 那这个岛 为什么英国会占领出去呢 就是因为旧时那些帆船时期 去到那个时间 有些地方维修 那些那些 到跟着烧煤的时期 那你要等定些煤的嘛 那些船走到那里没有煤 怎么办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station 而最重要呢 它是守住 就是由Antartic去Pacific 那条channel 就是 Cape of Cape of Cape of Good Hope 就是这条 通道 现在当然没那么重要 但已经比较霸了 霸了N这么多年 但是现在呢 这个 阿根廷也想拿回的 现在中国也宣布了 要帮阿根廷手去拿回它 阿根廷尝试过上岸 打过一轮 就输了给英国 这个地质这些不要讲了 比较复杂 那就 有些地质东西看下 那 Forkland Wall 1982年 就是 打的了 那 Fletcher 对这个阿根廷的将军 那 那 很懸殊下的 其实呢 英国应该 应该就要不够打的 但是它很打 那 那 就 那 上岸我们就看那些 Pankering 就是King Pankering Rockhopper 都有的 那 就上岸 去那些 农庄那里 那里 你看 有 雀仔 嘩 多到不得了 那 那 企鹅了 这种企鹅呢 叫 Majeranic 就是在地下那里生活的 那 那那些农庄呢 那很英国的啦 high tea 是啊 免费如果不好 我赢得了 你也想免费 旅行社 包上 他说他不去 他 哈哈 当然这么说啦 那 去了两个Farm 两个都吃 两次high tea 哈 哈 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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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 那 我们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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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来未试过 这个post 2011 那礼拜堂 那英国拿得最厉害的是 做纪念碑 打完仗四围动 即是说他自己点威水 这个暴瓊 以前这里有瓊鱼 那个总督 他们以前 以前捉过多少条鲸鱼 2万条 现在不准了 那便站我了 那便出了开船 又见到一个岛 很多这些 Cameron 上来休息 船上去休息 那接着是South Georgia 就是 这个长长的岛 这个岛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的Shackleton 就是爬艇爬到这里 以前是一个Wailing Station 来的 这个地质是很古怪的 不要说了 这些可以自己看得到 这个岛呢 尝试过引入一些外来植物 动物 微鹿 Rain Deer 即是养 发觉很不行 就是搞坏了 于是就杀了 亦都是花了很多钱 就是灭老鼠 叫做成功的 其中有个岛叫Herculus Bay 这些风景 奇我 另外一个岛 这个就是 那个 暴瓶中心 就是以前那些 银鱼在这里拉上岸 在process 那现在还有很多旧的暴瓶船 那这个 有些人拍照 现在比我好多 但是很fotogenic 就是这些地方 那这个呢 就是 叫做Shackleton's Cross 就是纪念他们那次的情况 那 Shackleton死了 都撞在这里 就是他的遗怨 就是要撞在这里 有一个动作的 你去到Shackleton的墓 就好像我们 敬酒那样的 就是要弄杯酒 那我自己喝一口 药林了 地 不知道哪个中文教他的 哈哈 现在 现在是一个风族来的了 就是去到Shackleton的墓 就要这样的了 另外一个 他死了几个人 那这些洞 就是装那些银鱼 就是那些银鱼的弹头 就是那些银鱼的弹头 射了下去会爆的 很残忍的东西来的 其实 那艘船的仿制品 就是爬艇 有个Church 竟然间那天就有 可以 船上有一个牧师走去讲道 新地 海炮 那些云真是好特别的 另外一个Fortuna Bay 企业 很多 很多 但未知最多 也是一个厂 那 Stormless Bay 有些队友 就走过那条Trail 就是Shackleton 走过那条 那我不敢去 太危险了 那他们拍回来的了 有些相 那另外一个Fjord 这个Fjord 就是平静都很重要 有很多古老的怪石 那 Saint Andrews Bay 这个就必定要去 有十万只 企鹅在那里 Baby 有五十万只 大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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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去 那个Bay 已经见到很多 那 那这些懒羊羊 他不怕人的 他不怕人的 我们要距离他十五尺的 如果他走过来 我要退的 这个 全部都是企鹅来的 哈哈 就是 吓死人那么多 所以 他的名字叫 Seregeti of the Southern Ocean 就是非洲的Seregeti 那里就是 那些 Migration 他在那里 哇 你一多到 中间那些是儿子来的 那 那你又怎样找儿子 怎样找老婆呢 即是每个都这样的 好吵的 是的 South Orkney 另外一个岛 另外一个岛 那这个岛 就是阿根廷 有一个站在那裡 那他去访问他 那我们 未去之前就问他 欢不欢迎 访问他 他说欢迎 那他肯欢迎的 阿根廷是窮到窿的 很多东西都不够的 那我们船去到 那当然又送些水果 冻肉 之而处都非常开心的 所以 无任欢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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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买个纪念品 那便上去 那便上去 那便入面 好友善的 那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是冰岛买的 就是说 零下不知N度都行的 但是由头到尾都没穿过 因为不是那么冷 那便不穿过不心甘的 于是有一天 冻冻的 穿过来 拍一幅相 好乱 好乱 真是好乱 那我们呢 好彩的 也有浪 但是不是很厉害 是有一天 遇到一个Hurrican Hurrican最高的浪是8米 吹了24个小时 你看着那个气压计 它是给你看的 一直不停跌的 因为是低气压 那跟着那些不是雨 是冰来的 全部结冰 那 哪里 这个Balcony 这个Balcony 是呀 是呀 外面来的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 吐袋 吐袋四围都有的 你差不多一伸手 就会找到吐袋了 那会吐得不清不楚 那那个医生就是非常不空的 因为很多人是轮着去见他 那跟着再去了 一路去去去去 就Halfmoon Bay Wales Bay 那经过Elephant Island 那你看他样子 真是成只Elephant 那这样的 那Elephant Island 就是什么 就是Shackleton那帮人呢 在那儿住了一轮的 那这个帐 那这个帐呢 就是救Shackleton 那帮人那个 智利拖船的船长 那又立了个帐 那Elephant Island 那跟着Halfmoon Bay 那即是 那个形状都是一个Halfmoon 那样的 那一路去 那又是有企我 那上去 那这个其实 一个圆形 是好像一个crater 那样的 那有个火山在上面 爆过的 Halfmoon 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有温泉 因为有火山 有温泉 即是你可以去游泳 有胆者就去游泳 那我属于没有胆者 所以没有游 那这些人去游了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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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当然是冷 那但是 那这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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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我叫他做 雀仔佬的 他是雀仔专家来的 那我从此都见到他 那这个很厉害 那这个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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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Halfmoon Island 继续 哎 为什么跳回来 继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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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个岛 Grayham Island 那这些地质 那这些地质 很古老的东西来的 那 Port Lockroy 就是英国的了 那这个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油站 那 那就很耐历史的 有 有 有几个Postcard 有几个Postcard 我记得到我儿子 就收到 收到 那里面 那就买东西了 那些人 就是疯狂一样 那又买了一轮 那又另外一道了 Greverview Greverview 那 那这些很舒适 那这个叫什么 Pankwins Highway 就是那些Pankwins走出来的路 那我们就走他的路 Pankwins 那就可以去Kaiyak 那Kaiyak呢 如果你去一只船 有Kaiyak设备的 麻烦你一早去报名 因为它设备有限 就是要先到先得的 那不是到处可以Kaiyak的 所以快快去报名先 那有个人带你 那带着你去 那没有得去Kaiyak的 那些就坐这个船 就是一百人坐这些 一百人Kaiyak 跟着倒转头 换了 所以二百人的船 就最好了 Ice cruising 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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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yaking 其实挺辛苦的 因为是横着一个 倒一个圈 没有得回头 差不多是 看你有多少手力 都要整两个小时 Paradise Bay 另外一个 这个又是阿根廷 这个就是很漂亮的地方 叫Lamere Channel 可惜我们进不了去 因为那天结冰了 这些是人家拍的 人家拍的 Nicol Harbour 另外一个 这个可以上岸睡一晚 当然要钱 那时候一千元一晚 夜晚 黑妈妈 什么都没有的 那我们抽签就抽不到 因为它只有这么多帐幕 那当然是冷了 那我们玩不到 就玩到二十五时Kaiyak 那又穿到铁甲人 那样去插一下 但是非常值得 除了你 哇! 铁甲的水声 万泰无声 水平如镜 天空又漂亮 就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很好的感觉 那终于转个圈 那便翻上来 那便上山行 那另外一个地方 这就看到铁鱼了 铁鱼多到不得了 那跟着Drake Passage 哎,好运好到离谱,因为外面有个anti cyclone,所以风平浪静,三个meter per second的风,temperature是减二度,ok到极,等来等去都没有浪, 然后去Cape Horn进去,有人来欢迎的,就是这些Dolphin,在船头那里被一些白鸽,结果成功安全回来,那一堆这些东西了,好了,那就完了,那就完之前,想让James帮我们讲讲, 好,讲讲你的经验,好,我们就刚刚1994年就抛车边,当时就是这个香港科协,那就跟这个中国科协,因为要住上去任何一个科学站,都要各国家邀请,1994年都已经过了,英国当然不会邀请我们去住科学站了, 那我们就跟中国科学协,就是一通,就是通过中国科协,就通知了长城科学站,就让我们可以上去住,那现在的科学站就很漂亮,那当时是五六个火柜箱,那我们那次就是, 那我们去到Pundar Arena,就等,就飞过去南极Penisula,就跟着就去中国科学站,那我打算就是, 因为我们23号,我们23号,20号去到Pundar Arena,就打算就是,天天坐飞机去到, 然后23号就去中国科学站,长城,在那里过圣诞,但是因为,那个半岛的机场是, Visual landing,完全没有雷达,没有性的,就是飞机师看到那个跑道就有达, 那很好,好不幸,那几天很大没有,那我们就要在Pundar Arena,就过了圣诞节, 就是26号先,clear了才飞到去,那在Pundar的酒店,就,今天过圣诞, 我们就走了去Pundar那个唐人街,就买豉油,买鸡, 那就去酒店里面,从酒店呈商酒店的那个厨房, 就我们做了个白刺鸡,煮粥,过圣诞,那飞到去, 因为,因为那里Pundar都有几个科学站,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当时是Russia, 一个就是韩国,一个就是智利,那我们就去到那里,就睡这个很简陋的地方, 那就,将冰箱桌,就,日头就来吃饭,那当时是很辛苦,那当时那些,我们香港的冬天, 就是他们夏天就有中国科学队,就叫月下的,就是说它是由11月去到, 就做到3月就走的了,那有一班就留回过冬的,就是3月之后, 到第二,到那年的秋天,那一班就很辛苦,那一班就是,因为是要 experience, 那个全个夏天的黑夜,那所以他们有个医生在那里看着他们的心理, 的状况,那过来第二天就,就是,因为现在南极,就是香港的冬天, 有个中国的队员,那我们12个人,包括了李洛斯,包括了陈茂波, 蔡莉莉,何建宗,温石鱼,那再过一个海湾去这个,这个韩国科学站, 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去,那之后9点钟下艇,很正常啦,又风又日来, 那个gap就大约是半个小时左右,那个海湾,上了艇, 走了不够10分钟,突然间翻风,突然间温度突降, 到零下五、六度,大风,那些风是对着我们飞,吹过来, 那只还没听,一个摩打而已,走三尺退两尺, 那当时我们个个面都青了,完全没人出声, 因为跌下去,海水是三分钟你就再见了, 那终枝熬了,整个小时才过了gap,就上去韩国科学站那里, 当时他们马上去他的饭堂,给汤我们喝,一起跟他们聊天, 那怎样回到中国科学站呢,他们韩国就跑冰船, 因为当时韩国都很有钱,中国就很惨, 1994年真是很bare minimum,跑冰船车我们回去中国科学站, 海冰船的船长是一个外国人,他说, 你这班人死过翻山,因为他说, 你没有可能在里面跌到水面,没有, 十三分钟你已经死了,也都没有人救到你, 所以每一年12月,我们就去陈茂波家庆祝我们的重生, 那科学站就是我们,因为我拔着韩国中压, 那我们去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去拿冰去看冰的酸简度, 发觉是酸雨,那些冰是ph3.5的,那我太太说, 已经是相对等于醋的酸度,那为何会这样, 就是因为尺度那些雨水,那些云,去到那里, 所以当时已经是有酸雨在那里,那我们就也都帮何简宗, 就是量一下一个square meter,有些海草,那我们都上去那个island, 在那里,就很多adelaide penguin,整班,那当时一定是1959年的南越工作 就是说你一定不可以碰那些蛋,不可以跟那些小鳥摸它们, 因为如果碰了蛋,它肯定不会孵的,那我们呢, 那我们的element这么大的,那我们站在那里,它们走过来, 当我们是empera penguin,看我们,我们看它,那很难得, 那我们就好像刚才Wilson说,那里很多很多的动物, 很多海的动物,在海滩那里很多是penguin,那里很避意, 那那次我们就跟着探了苏联科学站,探了这个韩国科学站, 那苏联科学站,那我们那团18人就有几个女朋友, 不,女士的,去到这个苏联科学站,那些苏联老见到我们的女士, 哇,抱着来跳舞,因为它们很大屋,过冬的时候很枯燥, 那就是看到它们的科学家,真是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现在中国那个科学站,哇,有羽毛求长,有这个暖气, 而美国的科学站在南极那个冰下底,那些人是穿T恤可以生活的, 就是它是霸在中间那里,就是它有钱,有力量, 还有当时怎么说,最干的地方,最冷的地方,最大风的地方, 为什么在那里中间搞个科学站呢,就是研究太空那个, 就是外星,比如说Mars那些生态是怎样,它在那里做很多研究, 还有做很多粒子的研究,因为那里是很多太空粒子, 是做很多科研究在那里,所以现在中国都做了四个科学站在那里, 都很紧要,就是科学研究,生态研究,人的研究, 就是对比如说你上太空,都是有帮助的,补充那么多,多谢。 那我送了一个当时吸了印很多印的信封给Wincent, 就是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站,长城科学站, 93、94年的第十次中国探险的章, 还有我吸了一些其他科学站的章给Wincent,多谢大家。 来,提提大家1月14日,58。 我保障一下,保障一下。 现在可以不用坐船过那个gap的, 我们2月5日我和太太就会去到Punter Arena, 那时我们都是包个飞机,由Punter飞去十八个人, 有罗船长飞机飞去Penisula, 现在有个叫Fly and Cruise,就是你去到Punter Arena, 有飞机飞到你去Penisula,才要下船, 那些船是100人的船而已,不可以多, 那些船就可以,100人以下就可以, 任何你去到的地方,你就可以有仗尾艇上岸, 那这个是很interesting的, 我迟些回来就会再去台湾大家分享, 因为大家不是去过,我去过, 所以今次和我一起去,很值得的, 因为你不用那个飞机飞机, 还有就是可以去到南极的海岸那里, 因为Wincent他们的船, 在Sherland上面走, 但是我们的船,就是Matchelian的Sherland, 就是在Penisula, 下去南边那边, 它只在这个海岸那里, 所以是…